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飛小編 那韓服呢在12月9號即將更新的內容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這一次他們會改的包括海賊島這個部分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海賊島的一個新活動 你只要80級以上的玩家呢 只要進去這個海賊島裡面 擊殺2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葉子100片這樣子 那下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這個活動 他是海賊島上面開的一個新的狩獵場 那這個狩獵場的特別的設定是 他必須要83級以上才可以進去 也就是說呢比海賊島的進入門檻高了3級 那進去的時間呢是海賊島開放的時候 他跟海賊島是同步的 那你進去這張狩獵場他可以使用的時間 也是跟海賊島的時間是共用 所以韓版的設定的話呢 就是禮拜天的凌晨0.00到24.00這樣子 在這段期間裡面你隨時都可以進去 因為有這個新地圖 所以裡面的會新增了三隻這個不同的BOSS 那他出現的時間呢 分別是在下午的3點 5點還有晚上的這個7點 好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有新增三種傳說級的這個 房具 這邊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有一個新的這個所謂的 守護星的系統 目前來講呢還沒有詳細的資訊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去完全了解說 這個熟星呢他裡面會有什麼樣的功能 好那再來呢這個是給客展們看的 因為這個活動呢 他算是一個失敗合成的這個獎勵喔 假設說你合成了20次的這個金變或金華失敗的時候 那麼你會保底拿到一張金變 或者是一張這個金娃 好那這個金變的話基本上他這個外觀 是這個職業相關的 那娃娃的部分呢現在有兩隻嘛 那你會拿到的是這個地龍的這個金娃 好那這個是給金變金娃的 保底去用的 就是你可以保證20次之後 可以去拿到 就像我們之前的這個紅變紅娃 藍變藍娃是一樣的 好然後再來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改進了 就是他說在安全區域外面的時候呢 你按攻擊的時候就那個按鈕的時候 他會優先攻擊的順序 目標他會有所這個調整 好就是說他會針對這個功能去有一些許的這個改變就對了 可能文字上比較難理解他是什麼樣的東西 不過我們就等更新之後再來看吧 好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道具收藏品的界面這個調整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以前的話我們是三個唯一列嘛 現在改成的話四個唯一列 那現在呢除了瀏覽卡片 跟他的這個能力之外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的 去看他的這個 這個收藏到底有哪一些 這邊的話有寫7個 那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列表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說 誰跟誰一起配 可以拿到什麼樣的卡池 這個以前的話 只有在轉卡抽卡的時候呢 轉卡的時候才可以看到這個功能 現在這個功能呢 終於把它拿出來在外面用了 好然後再來是一個 這個收藏品界面的一個調整 以前是 橫著看 現在是直著看 這個大家再去看就可以了 稍微有點排列上的這個差異 好那再來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功能呢 這個功能是 雪蒙的記憶點共享 就是說呢 只要你是盟主 或是你們這個 雪蒙裡面的守護騎士 你就可以去把你的一些 儲存的這個點 然後記憶點 你把它傳送 到你們的雪蒙裡面 去給大家去做使用 好那傳上去之後 基本上能夠刪除的 也只有雪蒙 或者是守護騎士 可以去刪除啊 而且這個人呢 假設我把這個傳點呢 放進去之後 我離盟了 這個傳點是不會消失的 那對於雪蒙成員來講呢 他可以把這個傳點的資料呢 把它拿下來 他也可以隨時來做一個使用這樣子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韓版在12月的9號 來做這個更新的這個內容 詳細的這個資訊的話呢 後續如果有比較 需要報導的部分 我們會再詳細來跟大家做一些解說 好啦那這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